眼睛看东西有黑点怎么回事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刘静 西安市第四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 眼睛看东西有黑点 是要区分是什么样的黑点 比方说是眼睛前面飘动的黑点 像绯纹一样 我们说了它就是一个玻璃体的混浊 我们也叫它绯纹症 这个一般它是不影响视力 只是在太阳底下 或者是看白墙的时候 尤为明显一个黑影的飘动 那么这种一般是不需要处理的 但是如果出现了突然的黑点的增多 突然间眼睛前面有很多的黑点 或者是看东西有固定的黑影的遮挡 如果出现这些症状 那么我们就需要去就诊 然后散同检查眼底 排除是不是有玻璃体的出积血 以及视网膜眼底的出血呀 或者是视网膜脱离这一类疾病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